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地球上 隐藏着许多令人惊叹的生物 它们以其猎奇的外形和独特的生存方式 挑战着人类的想象 今天 我们将一同探访极端小众 且充满崎岖的十种动物 最后一名简直是无敌了 TOP10 地球仙女 深海是地球上最后的未知领域之一 藏着许多令人震惊的秘密 而地球仙女正是其中的一份子 这些微小的生物拥有透明而闪烁着光芒的身体 它们在深海的黑暗中自由舞动 仿佛海底的精灵 地球仙女的生存策略 和它们如何在深海压力下繁衍生息 至今仍是科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地球仙女属于一类小型的浮游生物 这些生物因其透明的身体和优雅的游动方式 像是在水中翩翩起舞的天使因此得名 它们是深海中一种非常特殊的生物 属于软体动物 门腹足缸裸塞亚缸 主要分布在寒冷的海域中 它们有一对翅膀 实际上是演化过的足 用于在水中游动 这种独特的游动方式非常优雅 就像是空中飞翔的天使 尽管外星柔弱 海天使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 它们主要以海蝴蝶为使 海蝴蝶也是一种浮游生物 有着类似的透明身体 海天使是雌雄同体 可以自我受精生产后代 它们的繁殖策略为 它们在苛刻的深海环境中生存 提供了优势 紫色蛙是一种近年来 才被科学界发现的稀有蛙种 它们的皮肤呈现出独特的紫色 与大多数蛙类大相近亭 这种蛙类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下 只在繁殖季节才会出现在地面上 这种隐秘的生活习性 使得紫色蛙成为了自然界中的一个谜 主要生活在印度西高纸山脉的地下 由于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生活 紫色蛙的皮肤颜色 可以从淡黄色变化到深紫色 其独特的体型和生活习性 使其成为研究进化 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学的重要对象 紫色蛙有一个非常矮胖的体型 小头和一个突出的稳步 它们的皮肤颜色 从黄色到深紫色不等 皮肤表面粗糙 这种蛙类几乎全部生活在地下 特别是在稻田和森林地区 它们通过挖掘来寻找蚂蚁和白衣等食物 紫色蛙仅在季风期间出现在地面上 此时此蛙会产卵在水流中 熊蛙则发出低沉的叫声以吸引配偶 紫色蛙被认为是一种活化石 因为它与其他现存蛙类相比 具有一些非常原始的特征 它的遗传研究表明 紫色蛙与最近的亲属分道扬镳的时间 大约在1.3亿年前 这意味着它们的祖先可能与恐龙同时代 Top 8 美洲暴脸蝙蝠 这种小家伙长着一张皱巴巴的脸 好像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 实际上 它们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果福之一 别看它们外表有点怪 实际上 它们对维持森林生态平衡 可是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美洲暴脸蝙蝠的脸部皮肤充满了皱褶 这不是因为它们老 而是大自然的独特设计 雄性的暴脸蝙蝠 还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它们能用肉质的盾牌 覆盖自己的脸 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副面具 去参加化妆舞会 这可能是为了保护它们在茂密森林中飞行时的脸部 或者是为了在交配季节吸引磁性 美洲暴脸蝙蝠的饮食习惯可不仅限于吃水果 它们还会吃花朵 树枝 甚至是昆虫 这种不挑食的好习惯 使它们在食物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帮助森林中的植物传播种子 促进植物多样性 白天时 这些蝙蝠喜欢找一个舒适的角落打个盾 可能是在某个树洞里 或者是洞穴的某个角落 一到夜晚 它们就变成了活跃的夜行者 飞出去寻找食物 它们的这种生活习性 让它们成为森林中的神秘居民 TOP 7 蓝龙 蓝龙正式的名字叫做Dorkus Atlanticus 它们身体的颜色是如此鲜艳的蓝 配上银色的条纹 让人一眼就能认出 它们的这种颜色配置 不仅仅是为了美观 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 能够在广阔的海洋中 让它们与水面中为一体 避免被天敌发现 虽然蓝龙的体型非常小 通常只有几厘米长 但它们是海洋中的小勇士 蓝龙以水母为始 包括那些对人类有害的水母 更令人惊奇的是 蓝龙能够将水母的毒素储存起来 在需要时用于自我防御 这使得它们在海洋食物链中 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蓝龙没有固定的家 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漂浮在海面上 随波逐流 它们倒挂着油洞 利用负面的气囊保持福利 这种生活方式 让它们能够遍布各大洋 虽然难以常见 但总会在不经意间 给海洋探索者带来惊喜 尽管蓝龙看起来非常迷人 但如果不小心接触到它们 可能会感受到水母那样的痛苦 因为它们身上携带的毒素 足以对人类造成伤害 所以如果在海边偶遇蓝龙 最好是远观欣赏 不要尝试触摸 它并不是猫头鹰 而是属于鸟类中的 挖口夜鹰科 这种鸟生活在澳大利亚 大部分地区 包括塔斯玛尼亚 因其独特的伪装能力 和独有的外貌 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和喜爱 不同于猫头鹰的锋利抓捕 珊瑚猫头鹰 更擅长静静地等待 用其宽阔的嘴巴 捕捉过往的昆虫和小动物 珊瑚猫头鹰 有着灰褐色的羽毛 满布着黑色和白色的斑点 这种颜色和图案 让它们在树木中 几乎难以被发现 最独特的是 它们的脸 呈宽阔扁平的心形 两眼前秃 给人一种深邃而平静的感觉 它们的眼睛是黄色的 而且是正面朝向 这在鸟类中比较少见 增加了它们的神秘感 珊瑚猫头鹰 主要在夜间活动 白天则利用其出色的伪装能力 在树枝上休息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昆虫 小型哺乳动物 爬行动物和其他小动物 珊瑚猫头鹰 不会像猫头鹰那样 用爪子捕食 而是使用它们宽大的嘴巴 直接捕捉食物 它们的叫声很特别 低沉而又回响 常常在夜晚的安静中传得很远 珊瑚猫头鹰 通常选择树洞作为巢穴 偶尔也会利用人类留下的空间进行筑巢 它们一年可以繁殖一到两次 每次产下二到三个蛋 双亲会共同孵化蛋 孵化期约三十天 幼鸟出口后 双亲会共同抚养 直到它们能够独立生活 TOP5 镜头鹰 镜头鹰 属于蛙科下的几个不同鼠 因其皮肤半透明 能够透视到内脏的独特特征而得名 这些令人着迷的小生物 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雨林中 尤其是在哥斯达黎加 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山区 它们的这种透明特质 不仅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观 也是生物进化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镜头蛙体型较小 体长通常在1.5到7.5厘米之间 它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 腹部皮肤的透明性 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心脏 肠道和肝脏等内脏结构 尽管它们的背部皮肤呈现绿色 帮助它们在夜绿的环境中隐蔽 但腹部的透明皮肤 在自然光下显得几乎无形 镜头蛙主要夜间活动 白天则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休息 它们是杰出的跳跃者 能够在树木间灵活移动 在繁殖季节 雄性会发出独特的叫声来吸引雌性 值得一提的是 它们在繁殖时会选择靠近水流的叶子下面产卵 以保护卵不被掠视者轻易发现 镜头蛙主要以昆虫和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 它们利用灵敏的视觉和快速的动作捕捉食物 夜间是它们觅食的高峰时间 想象一下 如果粉红色的棉花糖长出了小腿和尖尖的爪子 又或者是童话树里的仙子决定变成一只小动物潜入地下世界 那么它们很可能就会变成猫又鸭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从某个幻想故事中跑出来的 但我保证这种生物是百分百真实存在的 猫又鸭 或称粉红仙子秋鱼 是世界上最小的秋鱼 也是时尚界最不为人知的图标 它们的背甲呈现出独特的粉红色 几乎可以让任何一位时尚博主为之羡慕 但别被它们的外表欺骗了 这层粉红色的甲鞘不仅是为了好看 它还是猫又鸭的超级防御装备 生活在阿根廷干旱平原和沙漠中的猫又鸭 是地下世界的忠实爱好者 它们用那两只小巧而强有力的前掌 就像配备了自然界中的挖掘机一样 能够迅速地在地下挖掘隧道 如果有奥运会挖掘比赛 猫又鸭绝对能够毫无争议地夺得金牌 虽然它们的体型小巧 长度大约只有15至17厘米 但猫又鸭的设计简直堪称大自然中的工艺品 它们的尾巴几乎和身体一样长 帮助它们在地下保持平衡 而它们的毛发则像是穿上了一层绝缘外套 保护它们免受寒冷清晰 猫又鸭是夜行性动物 它们在夜晚活动 主要以昆虫和植物为食 它们是典型的独行侠 除了交配季节外 几乎不与其他同类交流 可能它们认为 作为一个粉红仙子 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是必要的 想象一下 海滩上的小型爵士乐队正在进行着一场视觉盛宴 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戴着大号手套的小家伙 招潮蟹 它们的名字来源于雄性蟹的一只巨大的浅子 看起来就像是手持小提琴的演奏者 而另一只小浅子则仿佛在拨动着琴弦 演奏出自然界最原生态的音乐 首先让我们谈谈招潮蟹的时尚感 如果说自然界有红毯秀 那么招潮蟹绝对是 走在时尚前沿的潮流先锋 雄性的那只大浅子 不仅是为了展示其强大的地位 还是招揽异性的重要法宝 想想看 哪位雌性不喜欢一个既强壮 又有艺术气质的伴侣呢 招潮蟹是自然界中的小工程师 他们在泥沙中挖掘出错综复杂的隧道系统 这不仅是他们的家 也是在危险来临时的避难所 这种隧道建设技巧 如果放在人类中 绝对能够获得年度最佳土木工程奖 招潮蟹的饮食习惯相当挑剔 他们以微小的有机物 藻类和细菌为食 这些都是从泥沙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可以说 他们是海滩上的小美食家 专注于寻找那些 只有他们能够欣赏的海洋美味 在交配集结 雄性招潮蟹会利用他们 那夸张的大钳子 进行炫耀性的舞蹈 以吸引雌性的注意 这种场面犹如沙滩上的舞会 每个雄性都在尽力表现自己 希望能够赢得心仪对象的芳心 Top 2 太平洋海龙 在大海的舞台上 有一位穿着绿叶舞衣的舞者 在优雅地翩翩起舞 这就是太平洋海龙 别看它名字里有龙 实际上它是一种极其优雅的海洋生物 而且我得说 它的伪装技术 绝对可以在海洋界的化妆舞会上 拿下最佳伪装奖 太平洋海龙是海马的近亲 居住在澳大利亚南部沿海的海草和海藻丛中 它们身上长满了叶子状的附属屋 这不是它们想要变身为海底植物 而是大自然赋予它们的隐形斗篷 这些叶子让它们在海草中几乎难以被发现 即使是海洋中的探险家也很难一眼认出 太平洋海龙通过胸旗和锦旗上的微小运动来前进 这些旗几乎是透明的 所以当它游动时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动作 就像是在海水中自由漂浮 如果海龙参加了舞蹈比赛 它绝对能赢得最佳隐形舞者称号 在交配季节 雄性太平洋海龙会负责孵化碗 雌性将碗产在雄性的尾部 然后由雄性孵化 这种独特的生殖方式 不仅显示了它们对后代的保护 也展示了海龙家庭中的责任感 套 不过 别小看了它们的慢动作 这其实是一种高明的伪装术 在沙漠中慢慢移动 减少被捕食者发现的机会 它们的生活节奏 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在这块杰作的世界中 慢下来也是一种美 谈到饮食 澳洲刺魔鬼 可谓是真正的结石专家 它们的菜单上 只有一样食物 蚂蚁 每天 它们可以吃掉成千上万的蚂蚁 也让它们成为了 沙漠中的隐形大师